欢迎来到小哥播报看了闹 更看门道 2022年8月22日 光芒连续第三场比赛 都有张宇成在先发阵笼中 但在二雷手打第五棒 首先分享一下 张宇成虽然在昨日的比赛 三打数林安打 但如画面 其实跟一只界外拳雷打 插身而过 相信光芒教练团 其实都看在眼里 回到本场 一局下半两人出局 一二雷友人 天使先发投手Tucker Davidson 头补配球策略鲜明 直接连续两颗输球 塞在外脚进腰带跟腰带高位置 充分利用Davidson的诉求 视觉上升伪劲不错 所以塞在高位置 更能加成视觉上串效果 以这两球93mm 94mm不算顶快 却只下坠11吋跟13吋 Davidson确实有不错的诉求秉直 所以张宇成这两球看得清楚 挥棒感觉也不差 但还是被最后的伪劲影响错过了几球点 铺成两颗诉求之后 滑球从外脚大腿高 下坠到内脚膝盖高位置 张宇成被引诱到 挥棒过快三阵出局 二局上半的首飞机会 柯Szuki急出前右外野高飞球 张宇成后退处理结杀出局 四局下第二次打击机会 投手还是Tucker Davidson 改用滑球打头阵红中敬蕾 不是张宇成等的球种放掉 可以看到天使的防守不正 着重在左侧 认定张宇成是强力拉打型选手 连续两颗外内脚滑球坏球稳稳选掉 高调诉求中间肚子高敬蕾 张宇成出棒挥空 这球行程右外野强劲平飞一点安打 帮助原影蕾跑者Herald Ramirez推进到二壘 顺带一提两人在印第安人时期也当过队友 这球急球出速高达107.1mm 全场第二块 逐渐张宇成本场挥棒感觉确实是不错 张宇成记取前一个打席 被接在诉求之后的滑球调中三阵 并应该注意到右侧的防守空档所以做好准备 采取把这颗稍微偏外侧的大腿高滑球跟进来 在重棒击球的反方向攻击 推打挥棒距离比较短 还能有这么快的击球出处 张宇成的power真的是没问题 另外这球阳脚九度也能把球带飞成强劲平飞安打 因昨日常位言不适 本场大股响平没有先发 6局上半带打 最后被后援投手Jalen Biggs 一颗内脚极其犀利的变数球 带左下极乖尾进三阵 6局下张宇成第三打席 头手换成Aaron Rube 可能是不太习惯左侧头的进壘方式 又带大幅的左窜尾进 张宇成接连放掉两颗外脚大腿高跟红中的二缝数球 再一颗外脚进腰带二缝数球塞进来 张宇成出棒破坏 其实挥棒感觉还是不错 接着Rube偷袭一颗偏外侧蛮多的进腰带高变数球 也成功捞乱抓数球打的张宇成没打好 但这球急球速速只有57.9mm 两波弹掉之后又更慢了 三队手Fill Gasolin赶紧横移区域前处理 但没算准弹掉球错过了手套 没有传球机会无法抓到张宇成 这球记张宇成一只内安打 从这个画面推断 很有可能Gasolin就算接到球 脚成不慢的张宇成 也已经跑了本壘到壹壘超过三分之二的距离 所以完成守备也不一定抓得到 确实有记内安打的空间 张宇成上次出现单场双安 已经是8月6号 7局上半的守备机会 Louis Ranjivo急足右侧软弱平飞球 在张宇成比较近身的前方落地 但弹跳抓得不错 稍微跳起接住 稳稳传球拿下刺杀出局